嘿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个关于DTRE被动收入和投资的频道 我是Kalina 好久没有坐下来跟大家来聊聊日内交易了 很多人问我说 没有时间交易 想找一个可以赚钱的被动收入的方法 我知道大家是没有时间去学习日内交易的 但是在这里讲清楚 你不学习的话 其实是没有可能赚到被动收入的 一旦你学会了的话 其实每一周只超做一次 每一次不超过一个小时 其实就可以每个星期赚个三五千美金 其实我上个星期五刚刚开了一个新的账号 就是一直在做我一直做的这种被动收入的方法 上周五开了 今天是周四 明天是周五 只超做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这个账户就在我四天左右的时间变成了九千美金 可以跟大家看一下 今天这个视频就想跟小伙伴们分享一下 到底你小白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方法创作一个你自己的一个很好的被动收入 好今天进入我们今天的视频吧 我相信你很想知道说 一周一个小时可以赚到九千美金 到底是怎么样做到的 到底是有多大的这个 account size 选择怎么样的股票 什么时候是最好的交易时间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别 那今天呢 我就用最简单的话语看看能不能跟大家分享清楚 那首先呢 你开账户的时候呢 要记得我们呢 是一定要开mergent account 那我这个账户呢 基本上全部都是在做期权 那期权呢 有很多种 有买有卖 以前的视频也跟大家分享过 不知道多少次了 那真正有购买我们的课程也好 跟我学习也好的话 相信这个战略你已经学的清楚了 但是即使你学的再清楚 可能在真正的实际操作中 怎么样去选股 怎么样去选择这个价格 什么时候进入这个交易 或什么时候去盈利 这样的话题的话 可能对于初学者来说 有那么一小小低的呢 当然了 这个也是要靠你自己的这个经验 还有一直以来的这个风险 广控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来简单的聊聊 我开这个账户的话 到底是用了多少钱 那这个账户呢 其实我是给这个自己公司开的 那公司的是开账户 基本上是要求10万美金 听到这里不要 不要被这个10万美金吓到 不管你觉得是多还是少 但是你要知道自个人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开2万5千美金 5万美金甚至更少的 不要觉得我用10万美金赚 这个1万美金的话 一个星期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我们算一下 如果是说我们每一个星期赚了 这个百分之 就是3000到5000美金的话 这样算下来 你的这个月化率应该是20%左右 那你的年化率就会超过百分之百 你想想你投资任何的这个index 或者是任何的hedge fund portfolio manager 他的整体的年化率的话 基本上又超过10%的话 都已经很不错了 如果你能拿到百分之百的话 是不是一件很amazing的事情呢 对啊 当然是了 但是这个方法呢 不仅仅要求你学习一点点的知识 也要求你呢 会这个风险管控 会选择这个股票 那基本上这个战略呢 就是说我们在selling put 也就是说每个月在稳定的 拿到我们这个premium的这个钱 那会操作这个option的小伙伴 相信你应该知道 option的有买有卖 那我基本上不喜欢买option 是因为我觉得可能个人的习惯吧 就是买option 有点像买那个lottery的感觉 当然了 你看准的情况下也是很赚钱的 像前一段时间我跟大家说 这个拼多多有人买这个看跌期权 当时他的这个财报非常非常的不好 那结果这个人一下子就赚了2000万 2000万美金 对 对差不多 那如果是你很能看得准这个时间和这个整体的形式的话 你去买期权的话 第一费用少 第二个的话风险就那么多 也挺好的 但是呢 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巴菲特一直在用的这个方法 就是这个卖期权 我们的学校也有一个每天300美金的这个期权的课程 就是为一些上班族啊或者是妈妈呀 没有时间自己去天天抄盘的这样的小伙伴们准备的 那我也是用这一个方法一个星期赚了9000美金 那其实这个方法呢一点都不难 非常非常的simple 那就是说你选择你自己喜欢的股票 然后呢 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stress price 在一个support level去呢 你决定你把它去卖出去 卖出去之后呢 基本上呢 我就等到他一星期的时间呢 然后呢 就等到这个期权的到期 或者到期的情况下 我把它买进来等等 说是这样说 但是其中有很多很多的奥秘的 就是说第一这个价格你要怎么样的选 我基本上呢就是会选择说 我想这一周赚多少钱 我就会盯这个大概他的这个 我能拿到多少钱的这个premium 这样的这个股票 那当然呢 这个股票呢 必须波动率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没有波动率的话 那你就知道说 他呢 他的这个价格就有点问题了 就不是我们想要的这种价格了 那其实呢 就想说你是在做这个不动产 那你去买了一个很好的房子 你有这么多的本金压在那边 然后呢 你把这个房子去租出去 那你当然买在非常危险的地方 或者买在非常豪华的地段 的话你租出去的价格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你反过来想一想 跟这个做期权 我们这个战略也是也比较接近的 可是你在去买房子之前 你是不是要研究一下 这个地方的地段好不好 他的回报率是多少呀 等等 你才去做这个动作呀 那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你去操作的话 那这不是gambling吗 所以就是之前你肯定要学习一点点基础的知识 要会操作这个整体的期权的底层逻辑 然后呢 去知道说哦 这个我要怎么样去选择这个价格 去操作才是更好的 然后呢 你一个星期想赚多少钱 其实讲真的 我一个星期这个账户比较稳定 只赚个三五千 其实可以的 这样算下来的话 一个月的话是一万五到两万美金的话 这完全这个公司的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被动收入来说的话 非常再好不过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也没有很激进的去操作这个 这个账户的 那也就是一个星期操作一下下 然后就放在那边 然后呢 如果说跌了的时候呢 就卖出去 涨了的时候再把它买回来 等等这样的方法 看起来是很简单 但是就是在操作起来的时候 真的是可能需要一开始的时候 我跟你一对一的来 就是给你展示一下 或者是说你在操作的时候 发现任何的问题的话 你可以一对一的跟我讲话 我觉得是这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以前我的对冲基金公司 他就是做这个期权操作的 我就是看到这个东西 怎么可以这么赚钱呀 所以呢我才去找了专门这个做期权的老师去教我 教我了之后呢 其实一开始其实也挺懵的 也不知道怎么选择价格 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做 那后来呢一步一步的话 问问题很重要 我就一直问了老师 就可能他也嫌我很烦吧 那问过了之后觉得说一直一直我第一笔操作 如果期权的操作的话 其实是赔钱的 我想说哎呀我太棒了 我会stop loss了 现在想想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说挺傻的 但是我觉得自己学下来最好的一点就是 我一开始学的是风险管控 那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是能承受的住这个去stop loss 自己可以把我自己切出来 然后呢去这个承受这个损失的这一步 有很多人一开始是没有学的 很多人一开始进来就想赚钱嘛 那赚不到钱说哎一定会回来的 那等等嘛 那等等等等等到一个情况下 你就成了这个back holder 他就永远就不回来了 所以不管你做任何的交易 一定要记住一点 一定要注意风险管控 在进入到每个交易之前的话 你就要知道说 我可以承受多少的风险 才去交易 其实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学校呢 不光是这个每股的期权 那每个月每个星期啊 每天300美金的话 这样算下来一个月也是五六千美金了 那其实你平常上班的上班族 妈妈或者是根本就没时间盯盘的人 你一个星期操作一次两次 可以赚到这个钱的话 我觉得再好不过了 其实用的本金也并不是特别的多 而且呢风险 我觉得只要你学会风险管控的话 我觉得这个方法的成功力都有95%以上 根本就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风险 因为我每次选择的话 也会选择不同的sector 也会分散我自己的风险等等 那这些东西呢 其实在有课程里面 都有详细的跟大家说 那今天呢 其实就给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说 有没有一个每一周操作一次 每次不超过一个小时 就可以赚到接近一万美金这样的好事呢 有的 所以呢 希望大家呢 就是说对自己的能力 也不要这个抱有这个就是压迫感 就不要封锁你自己的能力 那当然呢 呃 不管你是做任何工作的 不管你的schedule是怎么样的话 相信你都可以在日内交易中 这种stock market里边找到适合你自己的 那一份交易的这个方法 那我觉得呢 在交易中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自己适合的 找到适合自己性格的 适合自己的skin 就是说你去交易的时候 你觉得很舒服 然后呢 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简单 赚钱的一个方法 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找到之前怎么样去做 就要一直记录自己的交易啊 一直学习啊 一直不断的跟有经验的人去这个 这个交流呀等等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在日内交易中找到一个好的伙伴 也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是有很多做金融的朋友 那遇到什么问题的话 其实我觉得哎 这是到底是什么情况 哎那个是什么情况的话 对我自己来说 学习也好 这个在交易里边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 真的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我们学校呢 也有我们的community 也有很多在学习的 不管是小白 中级的高级的都有 那希望呢 你在这条路上不孤单 如果想这个学习的小伙伴 可以check out一下我们的这个学校 那如果是对这个战略更感兴趣的小伙伴呢 可以跟我们的客户联络 那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